大家好 我刚才去逛了一下这个99 cent only store 这是我经常逛的一个社区店 这个店里的水果非常便宜 You see? banana 8根 1块5 blackberry 黑莓一盒9毛9 本来是想买蓝莓的 蓝莓没有卖了 只能是买黑莓 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 这黑莓看起来有点像桑胜 and 啊哦 买了两个 两个很美 然后买了一个 strawberry 这一盒1块9 每天都要吃水果 因为这水果很便宜 所以呢每天都要吃水果 蔬菜可以少吃点 水果要多吃 嗯 今天又是一个普通的一天 铺地板 今天终于铺地板 我喜欢铺地板 嗯 为什么喜欢铺地板呢 因为我铺地板 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完全熟练 但是刷漆我已经很熟练很熟练 我完全可以任何地方让我刷 都完全可以刷到就跟没刷过一样 表面雪平雪平没刷过一样 只是我想刷不想刷的问题 不存在我刷不好的问题 但是铺地板我还不敢这么说 因为各种怪异的这个角落 怎么去切它 怎么弄进去 我今天发现有个师傅带了很多工具 这工具我以前没有见过 我发现有这些工具 那铺地板遇到各种各样的怪地方 有那些工具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炭火还是叫工具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今天铺地板画马桶 画马桶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之前没注意到的 今天又发现了 等于是又攻克了一个小细节问题 然后今天就没什么了 今天联系了好几个律师 因为前段时间办议保 办纳税都没有都办不了 或者说不划算 性价比太低了 说我没有社安号 因为我需要一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很多人问 很多人 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区问 安全号是什么 其实一般 关注在美国打拼的人 他都知道social security number 社会安全号 不是安全号 叫社会安全号 这在美国就类似于一张身份证 有了这个社会安全号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就有身份 在美国有身份 可以分为有公民身份 有永久居住身份 那个叫绿卡 还有一个叫 有基本身份 叫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个也是属于身份 办身份 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很多事情不好办 今天联系了好几个律师 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 请教一下律师 因为律师毕竟是专业的人士 他能给出很多专业的意见 能弥补我们自己去探索 去思考的一点不足 虽然律师可能他说了十句话 有九句话你都听过 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句话 你没有听过 这就是律师的价值 那这个信息被遗漏 可能就不是钱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没有花钱 我只是多方打探 因为这个律师说了五句话 那个律师说了五句话 他的五句话和他的五句话 不是一样的 那我就等于是 我就问到了七句话 所以呢 学会从不同的人中 去了解一些免费的信息 可以拼凑出一个 相对很完整的一个信息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 交到一两个律师的朋友 那是好事情 嗯 我觉得我 这份工作 牵扯我的时间太多了 我真的我之前在录视频说过 我来这么久了 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交到这个 在美国的朋友 我之前去菲律宾 我都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经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 我来美国这么久 居然都没有交到 是因为我在美国太忙了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是很悠闲的 每天也没事干 就出去找人玩 就交了朋友 嗯 如果我老婆能帮我把事情分担一点点 让我把时间腾出来 也许我就能就交一点本地的朋友了 好了 今天其实也没什么事 平常的一天 就这样吧 拜拜